今天的大概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就這個 然後第二個 當然你基於怎麼寫 你自己也可以想想看 不見得一定要照我的 不過我寫的程式是比較短的 好像才八行而已 其實我覺得還夠精簡 然後清除兩行 再來就是郵標放這邊插入這個 使用者定義這個 就是所屬單位函數 他會跟你互動 所以你只要給他一個人員 他會幫你把結果查出來 放在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底下的話就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這個其實跟以往的那個使用經驗 應該不會差太多 所以回去可以想想看 最好是說通通可以把程式delete掉 自己寫寫看 寫得出來表示你應該是真的理解 今天用理解不要背 好那剛剛的方法是說 我不更改原來資料正規化的 不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直接把它全部查到完 那其實全部查到完 好處是你不用去更動原始資料 但是它的缺點是沒有效率 為什麼 因為每次都要全部從頭到尾比一遍 有沒有 那還好我們這個資料不多 可是如果你資料一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那可能會比很久 但是也因為現在的那個半導體技術真的太快了 所以其實說真的 好像也感覺不太出來 你會發現效率根本沒有差那麼多 但是如果假如說 你們還是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還是慢的話 你可能還要把它正規化 所以待會請各位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請你在那個I欄跟J欄有沒有 增加兩個欄位名稱 一個叫人員 一個叫所屬單位 然後這個表 就是要把它做成一個正規化的表格 那當然規則我剛剛講過啦 第一個你當然就是把什麼 它的名字放過來 然後再把它單位放到它旁邊 一個一個把它分別拆分開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想想看吧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 最好是可以自己寫得出來是最好 寫得好不好 寫得層次多不多 都其次 寫出來就算厲害了 OK 嗯 那 如果不行啦 我待會兒會講喔 我再DEMO一下 最後是所屬單位正規化 這樣子有沒有 它的結果就出來了 Total應該是三十八 三十七個人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就簡單的 清楚這邊有了 正規化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一個正規化的表格之後 有沒有 那將來你要查詢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的VBA程式了 你只需要什麼 插入VIRUS函數有沒有 然後指那個表格 然後給它前面的查的資料 一樣可以把所屬單位調回來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不會用剛剛的方法 你可能還是要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資料正規化 但問題要怎麼正規化 我 我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 不寫程式的情況下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不寫程式喔 因為其實我說真的 沒有必要 沒有人想要寫程式啦 對不對 但是因為實在是想不到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所以才一定要寫VBA程式 因為其實我遇到太多了 很多人說 老師這個問題有沒有辦法用什麼函數 一看 沒有 寫程式吧 OK 所以喔 這個也是主要為什麼我們課程裡面會有延伸到VBA的這個原因 然後 OK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想想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做這件事 當然有幾個方法 其實我也想過說 要不就把這個複製有點像這樣 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複製到所屬單位 然後這個的話 這邊這個範圍複製下來 然後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這邊嘛 然後 底下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快點兩下 就OK了 那這些動作呢 你假設說 你不會寫對應的程式 其實你是可以用路字聚集的 有沒有 路字聚集之後呢 然後你再去分析 然後再去想說 如果第一個做得出A單位OK的話 那是不是B單位也可以做同樣的方式 有沒有 然後一直到G單位 那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其實 基本上想到應該程式也不多 大概就一個回圈 再加上三四行程式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那只是說這個對應的程式該如何寫啦 這個我是想到 但是 這個可能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可以想想看 那我先講一下 我目前想到的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直接類似像剛剛的那樣的寫法 也就是說先用什麼呢 for each的寫法 就是把這個範圍先框起來 那反正我只要丟這個的時候 因為剛剛我們有 for each的時候有個sale 那sale的話有個colour 有個什麼 有一個 除了有個colour是藍之外 有沒有 那其實也有個 同一藍 同一藍的第一列就好了 第一列那就是所屬單位 所以反正第一列一定是所屬的 所以我就是 這個儲存格的第一列 那就是所屬單位 那這樣就簡單了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大概是這樣 我們試著寫寫看好了 所以呢首先的話呢 我就是 一樣寫一個叫做所屬單位正規化好了 正規化就是把它變成 用微量函數也可以查詢的一個資料的一個結構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用for each的方式來寫 for each的話 這個剛剛有寫過 所以直接拿這個來call 那因為將來我的按鈕是在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不需要續詞 所以這個續詞一 這個可以delazer掉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est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有一個架構 就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的資料呢 通通幫我放在sale裡面 那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 那不過上面的這個不用嘛 所以就這個 那也就是說將來呢 我放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放人員就好了 那所屬單位就是直接用查 查它第一列 同一欄的第一列就對了 所以這個要怎麼寫呢 再來的話當然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放在i跟追 但問題來了 我如果要放 那當然我就是 第一個我先把它放哪裡 放sales 這個是 第幾列呢 我現在不知道 我先第二列好了 第幾欄呢 我先放i欄 那裡面等於什麼 等於sale sale的話就是它的儲存 它的儲存格裡面內容 那實際上指的就是鄭小明 然後再來陳大明 再來張小媽 以此類推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for each的寫法喔 它只能夠先 橫向一列 再下一列喔 它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縱向不行 for each的話 只能夠 由 左到右 它沒辦法由上到下 它的 它的 跑的方式一定是這樣的 先跑完一列 再跑下一列 它沒有辦法說像 就是 像這樣的方式喔 如果你要這樣的方式的話喔 你就變成要兩個 用for j for i for j了 你不能用for each了 不過應該不影響喔 反正我們 將來可以做排序嘛 看你要怎麼排都沒關係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資料 放在這裡 那它的隔壁欄 那就是這個 sales i列的那個 不是i列 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欄 然後裡面放什麼呢 放 它的 那一欄 同一欄 所以 我們其實是可以這樣 sales 然後 瓜糊 一定是第一列 在哪一欄 就是它的 那一欄 它 它就是sales 電 一樣 剛剛我們用到一個叫 c-o-u-m-n 這個叫 它的那一欄 所以呢 如果是正小名的話 它的第一列 同一欄 是a欄 所以這個是a欄 然後第一列 那指的就a單位 放哪裡呢 放它旁邊 所以如果假設這樣好了 我們如果先寫這樣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一執行 它一定會跑 這個正小名放過來 然後 正小名放這邊 然後 a單位放這裡 那下一個的話呢 變成大名 一樣放在第二列 那不ok 所以理論上 應該讓它往下一列 所以 有什麼方式 當它 已經放一個之後 讓它放下面 其實 應該 各位有沒有記得 有一個變數 叫做k 這個好像我們寫滿多次的 如果你希望說 它第一次放在 它第二列 第二次就放下一列 下一列 一直往下的話 對 你可以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就是k等於2 有沒有 然後呢 把k放在這個2的位置 那這個2的話 指的是它 初始的位置 就是第一次放的位置 就是放在第二列的位置 然後呢 底下的話 你就再加一個 敘述叫什麼 k等於k加1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加了1就變3 加了1變4 那這樣的話呢 不就可以怎麼樣 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往下放 ok 所以 程式基本上已經快寫好了 但是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會是問題 哪個地方 因為我一直從這邊一直往下放 沒有 它一樣是找一單位放旁邊 但是 這邊會有空白 那空白會怎麼樣 它空白 它一樣會 如果以這個程式寫法的話 一樣會放 可是呢 如果你假設希望說 如果呢 它是空白的話 就不要做 如果不是空白 才做 所以啊 這個應該有個邏輯啦 邏輯就記得就是寫一個1幅嘛 那什麼情況下 那才要做下面的事情 你就把那個邏輯寫出來 那寫的方法就是if 什麼時候要做 就是當它這個裡面的資料不能是空的 欸 那那個東西叫sale 有沒有 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不可以是空的才做 不能 不能應該 小於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空的 然後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then 然後一般我習慣會這邊加if 那在它的尾巴加n的if 我建議一定要 就是不能偷懶 反正我的習慣一定要加 因為常常加了if 忘了加n的if 那程式會發生錯誤 然後一般習慣呢 會在這個邏輯 再把它這個底下執行的事情 按一個tape鍵 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邏輯發生為true的時候 才做下面的事 那如果為force就不做 那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它是空的 它就不會做下面的事情 意思是不會call資料過去 那會做什麼 什麼事都沒做 就跳過的意思 所以這個意思有點像是 但是它如果不是 它如果等於空的 它就不做任何動作 OK 程式寫完了 試試看好了 當然如果有時候你寫完 還不確定是否正確的話 那我建議你按F8 我們看一下 k等於2 然後範圍應該ok 所以sale是裡面放什麼 放正小名 那它裡面是不是空的 當然不是啊 不等於空 所以true true可以過 你有資料 你可以過 OK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把正小名call到這個位置 call過來 也沒錯嘛 然後再把它 同一欄 同一欄應該 這個應該是A欄 的第一列的資料call到這裡 所以應該是A單位 也沒錯 OK 然後加1嘛 所以目前 k就等於3了 那3的話呢 再往上 所以就下一個啦 那再下一個的話 應該抓陳大名嘛 我猜應該沒錯 你如果不確定你可以 游標放上去啦 那你就知道說 他到底幫你抓了什麼 陳大名嘛 然後 再來一樣嘛 所以陳大名 然後他應該是B單位嘛 OK 沒錯 然後按下一個 A10類推啦 如果你按個幾下 發現應該沒問題 那其他的話 就讓他全部執行完畢了 有沒有 瞬間就ok了 欸 這感覺還蠻好的 有沒有 整個全部都幫你做完了 那你再check一下 看看資料有沒有錯誤 那如果沒錯誤的話呢 最後再寫一個清楚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啦 這個表格框線 有點礙眼 我習慣是把它清除掉 這個無框線 好了把它加上去 然後這邊正規畫清楚 這樣應該沒問題的 這個B單位 這個C單位 OK 對齁 不過啦 這邊有個缺點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按照 縱向的 它只能按照 橫向的 所以你說 老師 可是我是希望說 能夠把它縱向 就是我希望它call 先call A單位的在這邊 然後再把A單位的人 放這邊 那怎麼辦 很簡單啊 不然你剛剛排序算了 有沒有 資料有個A到D嘛 那不就有了 只是說它還沒有按照這個順序 好像沒有 沒有的話 看你要怎麼排吧 可是如果你硬是一定要按照剛剛的規則啦 那你就不能用這樣的方式寫 那你變成你要怎麼寫 可能要自己想想看嘛 我剛剛講過 要不然你用call的 Copy過來 我說call是說 你call完一個錄製具集的意思啦 不是叫你從頭call 因為如果你真的只會塗髮連鋼 那你盡量還是思考一下錄製具集 因為你錄完一個之後 你其他有沒有辦法 外面再弄一個重複的動作 把它改成一個回圈 說不定可以把這個功能給寫出來喔 OK 所以 基本上你就是 這個先call過來 然後這邊的資料先在call到底下 然後這個再向下填滿 所以其實好像都做一樣的事 只是跳下一欄而已喔 所以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 這樣的程式可以寫出來 當然如果你不會啦 你用錄的 至少你可以大概知道該怎麼寫喔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 左邊 下一位 谢谢大家